是在所謂的S8圳基因 所以排基因願意花那麼多錢 所以這個只是因為某個原因存在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不可辨識 然後為什麼願意要花這麼多錢 有一些沒有辦法把它數量化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具體化的原因 所以我們通通就把它叫做不可辨識 它願意花這麼多的錢出去 是因為它比如說像我剛剛舉的這個例子 就是排基店想要趕快開始投產所謂的 或試產S8圳基因 所以它就可以利用世界限定現有的一些設備 就可以開始做這件事情 所以它願意花比較多錢 好 連的中間還有很多的協商 因為你如果那個錢花這個 你大概就這個要協調很 要協議很久的話呢 可能就實銷上會有點來不及 所以單純一點 我願意多花一點錢你就賣掉了吧 好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叫做不可辨識 因為它沒有很具體的理由 這個有理由 但是沒有辦法很具體化 好 所以我們就叫做不可辨識 好 所以回過頭來談 當一家公司運業花了比較多的錢去買這個 另外一家公司的這個淨資產的時候呢 好 原因就是因為它可以 可以儘快去做到某些它規劃想做的事情 那這個我們在會計上面給的客戶叫做商譽 但是因此我們從剛才的解釋商譽產生就可以知道 商譽其實是一個什麼 沒有辦法很具體去形容它的一個資產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東西呢 沒有辦法很具體去形容它的資產 剛剛我講談談談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要想趕快利用世界先進去做它的一些規劃 那有些公司變在另外一個公司的目的可能是什麼 我把它吃掉了 它就不會有人 我這個市場就獨大了 所以我在市場上就可以 需要比較大的一個什麼控制率 那這個點就不能講出來啊 就會變什麼壟斷的問題啦 好 所以這種就是我說 每一家公司願意做這些事情 它其實背後的原因各自不相同 那我們會計上面通常把它叫做商譽 所以商譽是一個什麼 不可辨識的資產 好 就回過頭來談 A B 公司裡面 它的資產裡面 如果有不可辨識的資產 當它在計算 它在合併的時候呢 這個不可辨識資產 不用去管它的市場價值 它就去領 它只針對它可辨識的資產 來評估它的公平價值 這樣聽懂嗎 好 所以如果 B 公司在合併之前 它的資產裡面 無形資產就有一個商譽 當A 公司在併這個 B 公司的時候 B 公司的這個商譽的價值就是0 因為它是一個什麼 不可辨識的資產 不可辨識的資產在合併的時候 就不列入計算它的公平價值裡面 所以為什麼叫做可辨識 意思是說如果 B 公司的資產裡面 具有不可辨識的資產的話 那就不列入評估它的價值的 科目每個金額裡面 好 這個這邊要特別強調一下 當企業合併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411 頁 如果企業合併中間 第六點 企業合併的時候取得 那收購公司應與其收購日的公平價值 任列這個無形資產的成本 那以公平價值來任列這個資產的無形成本 就是這個東西啦 好 這個你可以去理解一下 這是為什麼企業合併所取得無形資產 這個通常就是跟商譽 如果它是不可辨識的話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再講交換 交換就是跟後面的交換取得 大家看一下施例1 文字上面的施例 那個411 頁的施例1看一下 就是交換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交換成本 你之前講的也有大的不同 它說呢 假公司以交替的土地 加薪金40萬交換 以公司擁有的發力權 那假公司的土地的原始取得成本是100萬 發力權在以公司的帳面價值是80萬 好 所以我告訴你說 假公司土地取得的100萬 那是假公司的事情 他當中買到多少錢 有可能現在的價值更高 有可能價值更低 都說不定 那以公司的專利選家 他照片金額80萬 那是他家的事情 因為假公司在做交易的時候一定是什麼 看他的市場價值 他不會管各自的賬商的金額是多少 好 所以他後面就講 假設條件兩種情形 第一個 土地的交換日呢 他的公民價值是160萬 好 那專利權呢 沒有辦法去評估他的那個價值 好 那你就會知道 市場上面在我的交換那一天 沒有辦法知道專利權的價值 所以我就用可以知道的價值來評估 專利權的價值 所以160萬的土地的公民價值 加上所付的先名40萬 所以全部是200萬來承認專利權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很簡單嘛 資產交換就這樣啊 他用多少錢去買 用多少錢去買 用多少錢去付帳 好 正從這個 你的書都沒有 好 這是第一種情形 你怎麼去承認你的專利權 好 那假公司呢 因為他的100萬的土地 原來取的成本是100萬 好 然後土地呢 現在的公民價值162萬 都承認6萬的土地的處分利益 好 這是第一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情況1 就像我剛剛講的 那情況2呢 交換日土地的公民 土地跟專利權的公民價值 沒有辦法可靠衡量 那怎麼辦呢 好 如果土地跟專利權 都沒有辦法可靠衡量的時候呢 那各自只好用什麼 各自只好用各自的 換出去的資產來承認啊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就假公司來講 我土地原始成本是100萬 我又付了40萬的現金 所以我只有140萬承認 他的專利權 好 看一下專利權 情況2 如果土地跟專利權 都沒有辦法可靠衡量 那假公司呢 你用什麼 用他的土地加固的現金40萬 來承認公利權 好 那以公司呢 如果去以公司呢 我們針對情況2以公司 好 他這邊只有講 問假公司 好 他就講假公司 那如果以公司呢 以公司在情況2怎麼辦 你公司怎麼辦 太緊任 回來 韓宇晨 回來 黃宥源 黃宥源 顏走的論文 你直接在這邊找我 好 如果是你公司在情況2 怎麼寫他的分頭 我剛講話也講很快 如果很快可以跟我講 因為我可以記得的話 我可以調整一下 所以情況2 那怎麼寫 如果以公司在情況2 他的分頭在怎麼寫 課本上只想講 以得的話你要自己主義本身啊 如果以公司 好 連配成 如果以公司 如果以公司 他要借什麼 他要借什麼 聽了 請講 我來寫 這樣可見我 突然說不定 因為我幫您說得很清楚 我都不知道公民價值 就以你換出去的資產 當作換入資產的用戴出面 所以呢 劉超明 還是大家都沒有進入狀況啊 就我一個人講才那麼開心啊 好 劉超明 如果是情況2 1公司的 你公司的 他的專利權 賬上80萬 劉超明 劉超明 如果是情況2 1公司的 你公司的 他的專利權 賬上80萬 劉超明 劉超明 好 賺土地 責土地 接下來 大家都已經想說 今天是大家来说 哎呀新年快乐 上课这样吗 觉得大家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要来上课的吗 不会吧 我们今后 这学期的第一次上课 就跟大家讲 我们期末考试题 提起前一个礼拜上课 考试 然后最后那个礼拜会上课 无形之产 那无形之产 当然也许你下学期就不在这里 不是也许你下学期就不在这里 不用参加到的那个所谓的学堂测验 可是我们现在在讲这些东西 好 虽然说你不用考试 可是这是你的知识 可见大家都 没有进入状况 好 徐家威你要讲吗 徐家威你要讲吗 好 就是借现金 40万 然后呢 借现金40万 然后呢 还有没有 我刚没听清楚 土地也40万 对啊 不是怎么看清楚吗 好 你不要去管 假公司不是取的这个土地是100万吗 我说假公司取的这个土地100万 是假公司的事情 而且是他取的当时候的事情啦 跟现在他们的交换 不知道时间经过了多久啦 就我说了这个土地可能什么 有可能升值 有可能贬值啦 有可能降低啦 所以当我没有办法知道我换进来或换出去资产的公盈价值的时候 我就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当作换入资产的入账金额 那些心地40万是没有问题的啊 40万就是40万啊 好 所以你就承认土地40万就好了 这样理解吗 虽然课本没有写出来 可是你要自己知道 好 你要自己去知道 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去主义100三的 好 好 所以我想说这么简单一个问题 大家会搞不清楚 一定是大家 就像我刚刚讲的 大家都有今天 哎呀 互相恭喜 新年开乐 希望你红包的满满 就再见 没想到说要上课吗 好 好 不过这个就是 我们讲的 还是要把它讲完 讲到我预定要讲的范围 那至少 让大家能够 去那个 寒假复习的时候呢 才不会觉得一边读一边骂 老师说 这都没有讲 就叫 就叫我们自己读 还要考试 好 这个我的耳朵就会长得嘴 好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讲清楚 好 再来看一下 内部 我刚刚讲到的是 这个单读取得 好 那如果是 好 那我们现在根据它的流程好了 内部产生的无形资产 就是我刚刚讲到R&D 其实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 R&D 就是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内部产生的无形资产 基本上可能我们的规定 美国的FSP呢 已经很久没有讲 FASB 这个 美国的财务会计则委员会 我们现在就讲 IFRS 国际会计则委员会了 那之前就讲 FSP就是美国的 那当时候呢 美国的规定是 内部产生的无形资产 都不承认的 那现在慢慢的呢 在国际会计则的引进之后 慢慢 我们就把它调 慢慢有一些调整 那事实上有些时空的改变 好 那我们也是做一些的 因例 或者是配合 实施的一个发展 所以内部产生的无形资产 现在就可以 在有条件之下来承认哦 好 待会要考 你场面有没有用 我会自己也知道 我会想看你 这个什么 这个分配的问题 贴检定 或者是什么检定吧 好 连书都没带 又迟到 然后书都没带 你是来干嘛呢 你也知道没有好朋友吗 好 R&D 我们要讲内部的 无形资产是指 公司投入的所谓的研发 研究发展支出 叫研发费用 好 那我们就要把它区分了 它说呢 因为早期是不可以承认 现在慢慢的呢 我们就认为应该要某个情况之下 要来承认了 我看一下412页 如果无形资产是由内部 企业自行发展的 它的成本认定将较为复杂 也就是说呢 对于个别 无法对个别的无形资产 来确认它的发生的金额是多少了 所以自行发展的所有相关支出都应该列为费用 不应该把它资本化 好 但是呢 可辨识的无形资产在研究阶段的支出 当然是把它当作费用 但是已经到达发展阶段的时候呢 金库和条件可以任列为无形资产 好 那我们就要知道了 什么情况叫做研究阶段 什么阶段叫做发展阶段 那你可以看一下呢 研究阶段接下来就要去谈 研究跟发展怎么样去区分 如果没有办法区分 会计稳健原则或者是审慎性 没有办法区分的话 对不起 全部都是费用 如果你可以区分 才可以有所谓的发展中的无形资产 好 所以看一下 它说研究呢 是指有计划的 企业有计划的探索或严格的调查 而能够发现促进新产品或新技术产生的发展 那这个或者是产生的新这个知识 好 那这种叫做研究阶段 我还在什么 探索 好 严格的调查 目的是后面 我还在这边摸索当中 好 这个叫做研究阶段 好 那发展阶段其实是到达 我确定可以了 他说发展阶段是指我已经有可能将研究的结果转化为新产品 新技术 新服务 或对新有的产品或技术或服务有重大改进的具体 也就是说我有一个很明确了 那简单一点讲就是说研究阶段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商业价值 到了发展阶段是我认为我确定他已经有商业价值了 就我们才叫做发展阶段 好 所以呢 在研究阶段呢 是属于什么 新知的开发追寻 发展是最发现的 能够加以应用 然后呢 结合 好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将机 那个知识啊 或者是继续结合 能够产生新的 有用的产品或技术或新的服务 对企业能够产生什么 效益的 进行效益的 这个叫做发展阶段 好 最表9.1 就开始 大概去分类一下 一般来讲 什么是研究阶段 什么是发展阶段 好 那我们来听 所以呢 发展阶段就是 从到了发展阶段之后 所有发生的成本支出 我们叫做 我们就给了一个会计科目 你想 研究是费用 好 那就是研究费用 或者研发费用也没关系 那 重点来了 那我已经到达技术科技 或者是到达发展阶段 可以承认到无形资产 那你要想 它用什么科目 它用什么科目 好 它叫做发展中之 无形资产 它就给一个会计科目 叫做发展中的无形资产 好 所以 这个时候我们用的会计科目 叫做发展中之 无形资产 还没有 这个科目只是一个过渡 因为 你等到发展具体了 你要把它转 再做什么 重分类 科目要转换 如果我发展出 已经从我到达开始 可以有具体的设计了 一直到达它可以什么 如果我可以是什么 去申请专利 这个时候我就把它转 科目要把它转为专利权 发展中的无形资产 记得它是一个过渡期间 所用的会计科目 过渡期间 你就说这个科目不是永远 都是这个科目 等到它到达比较明确的时候 它的科目就要转了 就要重新调整 重分类 好 意思就是重分类 好 那后面在这里 你去看一下就好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好 这个 这个我中间要谈的两个 好 就是如果应该是说 呃 三个 包括上面的 就稍微提供过 我刚讲说 我有五种形态嘛 其实其中一个 我中间要谈的是 其实是 企业合并所产生 的无形资产 第二个就是 呃 所谓的 嗯 内部自行发展的 好 那其实其他 呃 还有一个是交换嘛 交换其实比较简单嘛 另外一个是 企业 单独取得的 好 单独取得也比较简 欸 就是比较简单 就是你们花了多少钱 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刚刚提到 有这几种取得的方式 所以第一个阶段 哦 讲了那么久 我们在台湾 第一个 无形资产的 会计处理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你取得的成本 或科目怎么认列 第二个阶段是 在取得这 在持有这无形资产当中 会发生什么事情 它比较不像什么 不动产残存机设备 有所谓的维修 维护 没有这个问题 它最常发现的是什么 动不动 高科技公司不是 对 发现出一种 不扣 你清权 我告诉你清权 你告诉我清权 所以大家说什么 苹果 三星啊 什么华硕啦 最近不是华硕 这是威胜嘛 有得到嘛 威胜控告华硕嘛 等等的 所以就到了到处 居有无形资产当中 最可能发现的状况是什么 想你一样 这是我们是一个想你一样的个性 好 所以我以前都很怕人 在给我看破了点 所以晚上我不敢太往里 才会让他们想你 这个 所以呢 持有无形资产当中呢 尤其是专利权 其他比较不过有这个问题 专利权呢 就这个无 专利权的当中 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输送 所以当你发现输送的时候 该怎么办 好 那不管你是赛数还是败数 输送最后的结果 不管你是赛数还是败数 只要你发现输送都是费用 发现输送的时候都是费用 不管你是赛数还是败数 好 那如果你是赛数 那是对方要赔你的问题啦 对你的专利权没有什么 太 没有什么 不能说没有什么加分 说不会让你的专利权的价值提升 好 所以当你赛数 你的输送费用还是费用 那对方如果要赔你 那你这是什么 就是你的其他收入了 好 这是你的其他收入 那如果败数呢 那如果败数呢 那你先想想看 如果败数 圣数当然没有问题啦 专利权还是 还是我的嘛 我还是可以继续用了这个专利权 这个专利权之下 别人不能生产跟我相同的东西 所以我拥有一个比较好的销售的一个什么 利基 这个就是专利权嘛 好 那如果败数呢 若萱 如果败数呢 你可以很常理的去想 不要用会计 你可以想说用会计的机场去想 会计不外乎人性 好 科技不外乎人性 会计也不外乎人性 好 如果是败数呢 第一个你要去想 你要陪人家 这是没有问题啦 看大家你败数了 你要陪人家多少 你就是你的什么 准失 这是没有问题 但是对于这个专利权 我的重点在讲 如果败数了 对于这个专利权 怎么办 第一个你要去想 这个资产还有价值吗 如果你败数了 就没有了嘛 所以这个资产就不负存在了 所以你就必须把专利权 你帐上的专利权的金额 全部充掉 就是你的什么 诉众所欺 这样听懂吗 或者是任命 你的贪消费用也可以 总之 这个资产就不负存在了 好 所以如果败数的话 不但你要赔偿 你这个原来账产的专利权 要完全终销 就这里面有这个资产 这样合理吧 好 这样可以觉得 可以想象吗 好 因为我说 这应该是想必当然的吧 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啊 所以你就要还人家了嘛 还人家的话 表示你中间有这个东西啦 所以你的资产就要规定 好 这是诉众 对啊 虽然无形资产 持有当中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只有大部分就专利权的时候 比较可能发生诉众的问题 其他就比较没有 好 其他的无形资产 比较不会有持有当中发生这个事情 因为他没有什么维修啊 等等的问题存在 那我们接下来谈第三个阶段 好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指当我的无形资产 其末要做的事情 无形资产 其末要做的事情 跟不动产场房 其实设备是一样的 其实你可以听听看就好了 好 其实你可以先听 我也不知道他的写的 因为 一定也是在后面的哪里 所以 这后面我就不跟着课本上面 进入去想 要不然我们就有办法 十点按一下 所以第三个阶段要讲 其末要做的事情 其末要做的事情就是 有两个 跟不动产场房 及设备一样 其末要做什么事情 不动产场房 及设备 其末要做两件事情 哪两件事情 好 减损 还有一个 等一下就跟减损一样 其末要做两件事情 其末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成本分摊 只是无形资产 它的成本分摊是叫做贪销费用 好 它是借贪销费用 它的客户也很务必 借贪销费用 但 好 或者是代际 直接代际无形资产 以前我们的会计处理是直接代际无形资产 你就是专利权 你就是代际败利权 你如果不是专利权的话呢 如果你不是代际无形资产 就是代际 现在国际会计准的 所以你许产生另外一个特别叫做累计判销 好 所以呢 其末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成本分摊 因为无形资产也不是什么 永远的 好 比如说专利权 法律也是什么 有一个根据不同的东西 有一定的保障年限 所以专利权 无形资产呢 它有两个年限 选它比较短的 一个是法律年限 因为自然是权嘛 权力嘛 法律是法律不理它的 却还有一个法律年限 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年限 经济年限就是这个专利权 你觉得它可以造成经济消逸有多久 这个就是经济年限 就选这两个年限比较短的 当做我的成本分摊的时间 所以无形资产的成本分摊很简单 就是直线绑 它只有直线绑 就是我们不动能产生及设备的所谓的直线绑 用年限来做分摊 那只是一般的法律权它没有残值 年限到的时候呢 它的残值是底 所以等于是成本 你取得的成本去除你的年限 就是你的摊销费用 你的客户是借摊销费用 待累计摊销或待计 你是什么无形资产 好 现在目前来讲 你的快递准则 待一方是这两个客户都可以用 好 但是这个地方要谈到一个问题喔 所以你成本分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知道年限 那万一我不知道年限呢 我不知道年限的时候怎么办 我不知道年限怎么去做成本分摊呢 不知道就不要做嘛 所以我们基本上在讲说你的年限呢 除了可以分所谓的经济年限法律年限之外 但是如果我是没有办法确定我可以用多久的 这个年限有多长的 无法确定 好 无法确定它的年限的 就不用提列贪销 不用做成本分摊 因为你不知道它可以用多久 你不知道它可以的 它产生的经济效益有多长 所以不用做成本分摊 所以 我